短片彩绘连环画 人面桃花 彭莲西座 唐代柏林诗人崔护 清明时节到长安南郊踏青 但见远山凝翠 水满四泽 阳流土绿 桃花湛红 好个明媚春光 春风拂面 如油画中 催护感觉口渴 见附近桃林深处有一庭院 信不上前 见庭院内外桃花更加繁盛 柴门虚眼悄无人声 便轻轻敲门 两久还无动静 原来院内居住妇女二人相依度日 父亲到邻村办事 姑娘正刺绣等候父亲 听到敲门声正在惆怅 崔护正欲离去 呼听的院内传出姑娘稚嫩的声音 谁呀 崔护盲说明自己是春游的书生 口渴求饮 柴飞起开 花枝轻浮 走出来一位妙龄少女 礼貌地将催护让进院中 请她先在花荫下主椅上休息 自己转身回房准备茶水 少时 姑娘将清茶送到客人面前 自己靠在桃树下 羞怯地注视修风度翩翩地催护 在灼灼桃花映衬下 姑娘的面容显得更加秀美清纯 二人借闲谈暗土爱慕新曲 一对有情人含情默默 心意缠绵 不觉夕阳西下 催护之不便久留 起身告辞 感谢大姐盛情 但愿来年今日再能相见 姑娘送到门前 一生珍重 记忆无限 两人都感到无限依恋 第二年清明 催护如约来到城南故地 但见院门紧锁 无有人声 心中非常失落 不禁在门上提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香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事后署名薄灵催护 又在门前徘徊多时 万分惆怅地离去 原来这家妇女两人相依度日 姑娘自去年与催护相识后 一直怀念着 清明与老妇纪扫归来 看到门上提诗 知催护几来过 但错过重逢时机 悲痛欲绝 直至水米不尽 奄奄一息 老妇亲请来郎中诊治 说病得十分怪异 从未见过此症 无从下药 怕是凶多吉少 等姑娘苏醒后 对父亲哭诉道 此生如能重见催护 望老妇成全百年之好 如不能与她重逢 恐怕自此一病不起 香消玉允了 几天后 催护又来到城南故地 见院前桃花飘零 顿赶不祥之兆 急忙敲门 指一个老汉见到催护急问 你是催护吗 害死我女儿了 催护随老汉直奔姑娘床前 大声叫道 大姐 催护来了 只见姑娘闻声渐渐地醒来 原来她只是暂时昏厥 见女儿醒过来 老汉当下同意两人的婚事 众乡亲吻之后都来贺喜 成婚之日 洞房花烛高照 人面桃花 焦香灰映 大家赞道 去年得十桃花面 今朝喜劫鸾凤圆 有情人忠诚眷属 一家人在桃花园中 过着闲适幸福的田园生活 明代快机戏剧家梦称顺 根据此诗此事 创作了杂剧人面桃花 因剧情诗意浓郁 文词优美 广为传颂 至今久眼不衰 正在更先 温暖好 正在家人 今朝喜劫鸾凤圆 在家人